这是说在哪边呢? 在这边画,这边有一个圆,这个圆的半径我都讲,四十 然后可是呢,这个上方会有一个这个凸出来一块 凸出来一块,这边有二十 所以呢,我们必须在这边画一个二十 但是这地方画法有两种,一种是先画圆 一种是把它当符来看淡 那我们先用那个画圆的方法 如果说画一个圆,四十 如果说你要今天要刚好画出上面这一块,我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往这个中心点追踪过来 或者你画一条线也可以,画多少呢?二十的一半,十 其实我建议你用追踪,过来十,从这个十,往上画一条线 那线多长呢?反正没关系,超过它就可以 超过它之后不是有个焦点 然后把这一条线往这边偏移多少?偏移二十 所以这边不就会有两个焦点? 那这两个焦点我可以怎么样呢? 从这个焦点向上十五,过来多少?二十 再折回来十五 最后把这个修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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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剪 这个图就做出来了 这个是第一种画法,是用画圆的方式来做的 我们先做这个,给各位看一下 然后,以后你就思考,每个图都是类似像这样做出来 也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画法也许不太一样 四十,对不对? 今天点中心点,拉一下,四十,Enter 这个画圆应该没问题吧?跟前面一样 接下来的话,画一个出出来部分 线段应该会吧?找到中心点 特别是要,如果你中心点没出现 你就碰一下它的边边,它的周围 然后呢,中心点就出来 那你可以,我往前推 碰到它,不要点下去 移过来,用追踪的 如果你用追踪的话,就直接输入 从中心点追踪的话,十 所以特别是要追踪,这条线要存在 然后往这个方向,十,Enter 这个就当成起点了 从中心点追过来,十 如果你这个追不出来,没关系 就画一条线,十就好了 它一样会有个端点 但是你倒是要删掉,麻烦 直接从这个起点往上,拉一个垂直线 穿过去就可以点一下 这边就一个焦点了,对不对? 然后再把这条线做偏移 偏移去多少?二十,Enter 然后把这条线搬过来 接下来的话,做什么? 画线 从这个焦点,记得一定是XX焦点 上上多少? 十五,Enter 然后过来的话,就是二十 二十,Enter 一定要是水平 然后再拉下来,到焦点点一下 结束的话,按空白键,结束掉 然后呢,你就把这条线跟这条线 因为它是辅助线,把它做什么? 删除掉 这个时候呢,最后还差什么?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缺口 你就用修剪 空白键 把这个缺口点一下 OK,那这个图形就完成了 这是方法一 画圆之后,加上偏移 就可以画出这个部分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